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优势一些贵求 实在拿不准双离合和6AT的区别 现在长城基本是SUV专业户了 它轿车已经放弃掉了 它的SUV H6是销量冠军 H2是一个冷门车型 卖的比较少 所以二选一我建议你买H6 无论是双离合的还是6AT的 实际现在哈佛的品质品控都做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您可以放弃 H2车小 卖的少 所以二选一我推荐H6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忙你 胡老师您好 能出30W左右换一台SUV开 想法是要么买朋友的14年 进口普拉多27 或者是买一台图昂 需求就是每年都会一两次带家人自驾游 空间大气做 没有越野需求 正常上下班开 如果是您的话应该怎么选 或者有更好的选择方案 感谢 是这样 14年的霸道27确实是30万左右 知根知底 这是我的推荐 因为这个霸道是保值神器 号称理财产品 它就是不掉价 一个是刃 第二个口碑好 这车除了动力稍弱 加速慢以外还真的不错 油耗应该是在14个到15个 不算太省 但是这个级别的车谁会更省呢 图昂这么说吧 大众的车 它在330的也行 但是保值率照八道来比 确实是差一块 如果你买新车 这个价格我推荐的是哈兰达 2.0T的四驱起座 正好是30万左右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火老师你好 最近刚拿价照想买一辆五六万的车 看了奇瑞的爱武和吉利的远景 不知道买那个好 能给推荐一下吗 这是两个自作品牌的PK 就现在形势来说 实际实力博重之鉴 但是这个吉利现在做的风声吹起 这个奇瑞我个人认为 他自己的一手好牌打着稀烂 就是说以前的A3了 就是很多经典车型放弃掉了 真的可惜 这个二选一我推荐买吉利吧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